解释DVD 这个是我大学期间的 那个商业摄影的作业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旅游 然后呢 出门旅游的时候 都会拍一些照片 这是我大学时候 做的平面设计 然后最下面 右下角的这张是VI设计 它是一个矢量图 可以无限放大 下面那个舔脚鸭子 是什么设计领域 舔脚的那个是 感光一种感光刺激的方式 那个是一个香水的广告 等一下那个照片 是你照的吗 香水那个广告 是自己拍的 在我们摄影棚 找到我们那个学校 那个叫什么 对交换生 就是国际交流学院的 那个学生拍的 那个意境很不错 我一开始看 我甚至以为是 那个真实的广告 包括那个香水什么 都是我后来批一张机的 小伙子你这幅图片 我在这个网站图片里 搜到了原版的 哪个 就你这张图片 这是你拍的吗 怎么一模一样 这个 就这张抱脚的这张 对啊 是 这是你自己拍的吗 是是是 但是这个它匹配了 标准的产品 不像是收购的 不像是收录的 你这个用了没有 组合跟你也不一样 没有没有用 我们当时把那个作业 还有交过去参过展 去参过比赛 然后那个 还有耐克的那个 你看到主页上 那个照片跟那个照片 是一模一样的吗 是官网吗 一模一样 你可以让旁边人看一眼 是在官网吗 对 除非是被采纳了 但是这个公司应该不会就冒着侵权的风险 采纳一个设计 毕业生的作品 你看一下来源 那还是我没毕业的时候 连模特都是一个吗 对对对一模一样 找到了找到了 对 有吗 看来我品位是对的 那说明是他官方的 你是模仿他官方的那个照片做的吗 不是模仿官方的 我还当时还做了一个 你说是你找的模特 还做了一个那个公益广告是 我找到了 防治艾丝病的也是缴的 这几个都是缴的 小伙子你又没有什么佐证啊 比如说你跟那个模特的其他的照片 或者什么其他的 这是我大一时候的 就绝对不可能 这个人怎么找到了这个人 从哪里找到这个模特的 这模特就是交流学院 就是国际交流学院 就是一个学生 一个学生 绝对不可能 所以说我跟你说 子庆如果你是PPT当中啊 自己引用一下别人的图片 你但说无妨没关系 但如果这个节目一旦播出 别人官方网站上 有一幅跟你一模一样的作品 但你坚称它是原创 这中间就会有法律官司了 这可以 我想问一下你 这是不是你所引用的 还是你真的是你的原创 真的是你的原创 真的是你的原创 你确定啊 你还拍过关于这个人的视频吗 没有 没有视频 没有 网上有 官方网站 有这个视频 就这个人 有这个视频是吧 对 视频 就是这张照片背后的视频 就是这张照片的视频 整个的MV 关于这个香水的 是不是自己引用的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你就直接告诉我 这张照片是不是引用的 是我引用了 是你引用的 那你就说你引用的嘛 陪哥里道个歉嘛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不侵犯人家版权嘛 对不对 是不是你引用的 那你为什么一直要坚称呢 为什么要死扛到底呢 土磊 这事儿其实 他道不道歉也无所谓 我觉得关键这个问题 说出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本来一个 无关痛痒的事 对吧 你引用就引用了 非得说自己原创 对吧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 什么职场心态 其实这是一种 严重的剽窃 坚称是自己原创的作品 而且尤其是 作为美术创作者 是很讨厌别人 剽窃自己的作品 而且是在这么大一个 堂尔皇之的舞台 如果今天不是 丽浩阳说 这个拍得特别好 就不会有人查 如果没有人查 这就不会出真相 所以这个问题 真正的是涉及到的 还是品质问题 我真的心就 一下子凉下来了 我突然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被骗了 这样一个年轻人 居然他 他在大家那么信任的时候 会欺骗你 我想问一下 三位人理资源专家 如果在面试过程当中 出现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普通的面试过程 应该会如何继续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 出现类似的问题 格杀勿论 对 面试官没有办法 跟你再进行沟通 对你所讲的一切 再进行信任 丧失了基本的信任关系的面试 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刚才人力资源的老师也说了 这个格杀勿论 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第二次机会 今天可能你到此结束了 但是你的人生还在继续 你要从这一次 今天的时间当中 你要吸取教训 首先要学会怎么做人 我就说到这儿了 OK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